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啊 台风还没来啊 但是现在外头啊 我去头车阳阳 最主要呢 就是受到这凯米台风 外围沉降的影响啊 以现在来说 这个时间点啊 三峡已经38.8度了 那么五谷卢竹呢 也有38.4度 头层 宜兰头层这边都37度了 那么呢 现在你从卫星云图当中呢 你也可以看到 海面上两个台风 巴比伦台风呢 在清晨就已经登陆到海南岛 那么这个凯米台风啊 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整个云系 云团的范围非常的大 而且结构上 现在还没有太好 因为都还在整合当中 现在它是一个轻度台风 但是呢 它有机会继续增强 为中度台风 甚至有机会增强 为中度台风的上限 因此呢 对这个台风 台湾不能够小觑啊 因为是第一个 今年第一个 清晰台湾的台风 我们就从浅室预测图当中呢 也要带您来看看了 目前呢 凯米台风 它最新的位置 就在俄网比的东南方 690公里的海面上 行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因为每小时就8公里 现在因为它缺乏导引气流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爬 而且呢 接下来会往台湾 尤其呢 台湾的这个北部地区 你可以看到北部的沿海 插边而过 以气象局目前公布的 最新的浅室路径预测 您可以看到 现在呢 不是从台湾北部海面通过了 而是直接呢 掠边掠边 掠过东北角 然后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这边 直接插边而过 那么呢 这个台风来说 最主要就是看 接下来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强弱 如果以现在的路径 还有以现在的时间不变的话 那么预计就是在礼拜三 礼拜四这两天 是最接近台湾 风雨的影响 也是最为剧烈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就逐渐的远离台湾 那么因此呢 气象局什么时候 就要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呢 预计最快 在今天深夜 就有机会发布了 那么世界各国呢 看法又是如何 事实上呢 世界各国啊 以今天的最新预报来看的话 包括日本还有包括美国 现在的看法都认为 它有机会从宜兰登陆 原本美国都一直认为 它是台湾北部海面通过 但是现在最新的一报 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都是直接登陆在这个宜兰 所以呢 这个台风来说 接下来它的路径 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 关键取决在哪里 关键取决就是接下来 太平洋高压的极限 如果它的极限再往西 再推进来一点的话 那么呢 海米台风就真的 从北部地区登陆了 就是从宜兰这边登陆 目前大部分的看法都是如此 那么至于啊 在这个香港的部分呢 他还是认为 应该是从台湾的 北部海面通过 所以关键的时间点 就看礼拜三了 那么呢 当然了 有几个重要的时程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台米台风逐渐进逼的情况之下 这个礼拜的天气 几乎都跟台米有关 今天受到外围沉降的影响 所以各地非常的热 都有沉降性的高温 那么今天呢 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 北部地区大概不会下什么雨了 但是呢 在中南部的山区 尤其南部地区 今天比较会下午后雷震雨 温度呢 整个西半部地区 几乎都是在36 37度以上的高温 到了今天深夜到明天礼拜三 注意了 就是外围环流开始影响了 所以呢 外围环流的影响情况之下 整个宜兰东北部地区请注意 因为呢 越晚风雨的情况是越明显 明天的中南部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都还是保持炎热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 这两天就是呢 台风侵袭 你可以从气象署最新的这个雨区预报 您就可以发现 一开始呢 是往北部 东北部而来 而且呢 这个降雨啊 会非常的明显 接下来 在礼拜三的晚上之后 中南部地区的雨 风跟雨 就会明显增加 礼拜四呢 可以说呢 是整个风雨最剧烈的 因为呢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会有强风 都会有豪雨 而且呢 您可以看到 在各地的山区 甚至会有豪雨以上 等级的雨量 到了礼拜五 台风就逐渐远离 但是西南风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 还是持续会有大雨 甚至豪雨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特别提醒大家 注意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各国路径西偏的情况之下 这个台风呢 登陆几率是大为增加了 而且注意今天都有 沉降性极端的高温 那么海景呢 最快在今天深夜 陆景呢 预计呢 也在明天的下午到晚上 就有机会发布 那么礼拜二呢 开始沿海的风 开始逐渐增强 礼拜三跟礼拜四 就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到明天 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哦 时间交给静